高雄市长韩国瑜因为登革热防疫经费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已经互杠多日了 而台中市长卢秀燕甚至新北市长侯友宜等 想在自己县市施展拳脚的蓝营市长 在市政当中也经常受限于台行政机构 终于也忍不住公开抱怨 高雄市韩市长不但没有正所地方 却老是啪啪噪 而且话还乱讲 并且还把责任乱怪别人 其实是很不对的 围绕南台湾的登革热防疫 高雄市长韩国瑜频频向台当局开窍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5号在屏东视察时隔空回击 领钱的手续都毫无效率 也因为韩市长话乱讲 以至于让有人会觉得是不是缺钱 我们真的是要钱给钱 要人给人 甚至于高雄市的卫生局长都说防疫经费是够的 所以有钱有人缺的就是没有心 苏贞昌对韩国瑜毫不客气 但对同为蓝营的台中市长卢秀燕态度似乎就温和了许多 苏贞昌5号在脸书推出到台中视察汉西的视频 表明台当局大力支持台中制水和基础建设 但卢秀燕可不这么想 一听到记者提及台行政机构 卢秀燕抛下媒体快步走到电梯 当天中午他就在脸书和苏贞昌隔空交火 卢秀燕称 每次台行政机构会议 他都会排除万难出席 向台行政机构伸出友谊之手 但他提出的多项经费补助 以及要求台中火力发电厂减煤都遭到杯葛 拖延 市民访问 自己舟车劳顿参加行李如鱼的会议 有什么意义 卢秀燕市长一定也是寒天饮冰水 点滴在心头 大概跟中央很多事情 我猜测了 他并不是非常的顺畅 相信卢秀燕市长发出这个声音 是行政委应该要倾听一下 因为代表了将近280多万台中市民 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 大家还是可以把对于为公服务的工作 真正做到到位 不必闹情绪 想到苦水的还有新北市长侯友宜 5号侯友宜在去年九合一选举后 首度跟蔡英文同台 他看到台当局对桃园市地铁建设 大方补助很羡慕 也喊话说 希望也能尽快争取地铁建设的补助 是我们的信林县 或是我们的深坑 巴黎 五谷泰山的青鬼 都没有纳到前瞻 所以我非常羡慕桃园 桃园每一条线都累到前瞻 而且支持的很多 报道称 虽然每星期的台行政机构会议 侯友宜都尽量到 但感觉起来 部珠还是没有隔壁绿营现实多 我觉得他对桃园他合 我是有一点点 希望能够给我们支持一点 想吐苦水但又雨带保留 台湾媒体称 侯友宜 卢秀燕 韩国瑜 蓝营的三个市长 似乎正酝酿反击台行政机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